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每周股的环节 身边的嘉宾是Stanley,Stanley是我们研究部的经理 杰威在旁边,Stanley你好 逢星期二都是我和Stanley一起去跟进一只股份 看看上星期推了什么,1836,九兴控股 我记得上一次推出这个股份,交易中数或名字 甚至不是很多人认识 今天来说,成交回弱了一点 到现在这一刻,不够两点半左右的时分 已经有成超过250单的交易中数,比较回弱一点 现在股价都是靠稳去到19.44 做个总结先,同时做个比较 恒生指数这个礼拜就好像被人点了月 不是太大方向 但旧星虽然比起你推那一天 这个礼拜调整了半成左右 但OK的,为什么呢? 刚刚就落到你的卖入价是19元 所以现在19.44其实就有利润在手 这一回合有利润在手 已经很厉害了,真是要给你唱声 真是幸运了 但是,我觉得有点不公平 什么不公平呢? 大市本身 你可以说,虽然看上去就刚刚见到 没有太大的升跌 但大家都知道了 这个星期的市况就很凶险 基本上见到很多的股份也好 甚至乎你的市场也好 都真是个表现就不是很理想的 但你说九星呢 都可以这么说 期间的波幅其实是大 比之前来说是大了 因为你见到之前的股价 都可以说不是那么大的上落 但是似乎在这星期的时间 因为公司也碰巧是有个公务业绩的情况 所以股价其实是懂得移动 但是我先说业绩 业绩方面的表现就一半半 因为你说增长百分之白了 你说是否一个很理想的数字呢 可能不算是 特别是大家似乎现在对于一些 叫做零售方面 这些叫做半工业股 看法可能是比较上的审慎 但是公司看今次的业绩 基本上每一个范畴方面都好 都还是比较平稳的 不过都公平一点 你说下半年的情况 即是第三季第四季的情况 可能会有少少影响 因为始终大家对于全球经济的 大环境的看法 都还是不是那么乐观 但是公司本身都叫做是 那个业务在美国和欧洲方面 跟这个新兴市场那边的 占比不算太多 希望这一度可能对于公司 就帮助下手 有些叫做法达国的 可能是欧洲美国的 经济的状况 都是叫做比较好的时间 希望对于公司的业务的发展 有个是占面的帮助 好啊 OK 那来到全新的星期了 没错了 各市况继续要向下调整 21,487点 外围方面 好像亚大区股市 这一刻都做得比较差一点 是很差 你刚才看到日本也跌七百几点 在这个情况之下 有什么股份 还可以推介呢 我知道你通常选一些长线 是吗 今次这一款 中长线 中长线 又怎么说呢 我觉得这个板块 都可能 很久没有推介过的 试容四环之后 又停个牌之后 都很少推介医药股的 但是这个板块 我觉得 如果你说以中期的业绩去看的话 又真的不差 所以今天选的股份 就是这个医药股 可能都比较上 很久 可能有一段时间 你没有推介过的 通常都是 你选择的股份 都是业绩 比较稳步上扬 比较稳定定 是吗 OK 那看看 就是今天推介中国新闻制药 Bino 177 OK 这个行业来说 你都说了 都很久没有推的了 是呀 好像四楼零亭那段时间 大家对医药股 好像失了一些信心 是没错 有什么原因 又会选择这个板块 除了说它业绩 交多一下功课之外 但是经常都说的 就是被限价 这个因素困扰住 这个板块 之前有比较多的 叫做负面消息 刚刚提及到 你说可能是四环医药停了牌的事件 令大家觉得这么大的医药股 都停了 都停了 都停了牌的机会有问题 这样 另外就是说这个板块 就是之前的时间 大家害怕这个医改 令到很多的叫做 一些的药价 都可能会因为 都是实际上规范 就是价格是向下调的 另外也是因为之前有些打贪 这些因素 令大家对这个板块 有很多是戒心 但是我做一些功课的 就是你看看 譬如说四月 今天推荐的MMI7 中生制药为例 其实业绩就不差 一会介绍中生制药的业绩 但是好像四月为例 有增长也有三成多 其实表现就不是异的 另外如果你看回 A股上市公司里面的一些 医药股 其实近八成 都是一个利用的增长 反映一个情况 就是说这个板块 那个盈利的增速 都仍然有增长 至少就不至于很多的行业 可能是全个行业 都达到一个亏损的情况 另外就个别的範围去看的话 那制药那边 业绩其实增速是差一点 之前来说是很快的 现在在今年的上半年 可能 因为真的受到限价的影响 增速是慢了下来 但是医疗服务或电商那边 增速其实是快的 但是今天推介的中生制药 虽然说全个行业本身 那些制药的业绩 增速是慢了下来 但是公司本身的增长 其实没有太放慢 所以大家都可以 听完都可以听下 我对于这股份的看法 OK 那这间公司主要是 在上中下游 是哪一范畴 其实它最主要都是做一些研发 研发上游那边 没错 其实它都挺特别的 因为透过它们说到 先进的中日现代化技术 再继续是一些生物科技 去做一些药品 主要它有很多的产品 其实刚刚都看了它的业绩 很多的 什么都有的 可能肝病 心血 心脑血管 或者是腸等等 其实很多的 是吗 为什么呢 其实这份是业绩 其实是有很多药的名字 不过读出来 比较难读 大家不会明白 简单来说 一只叫天晴甘味注射液 你听完都不知道是什么 所以我就没有出来了 但是这一只 是一些肝病的用药 但是公司你可以说 以肝病一些的药 以及一些心脑血管的药 公司在内地方面 都有一定的影响力和地位 好听这些 例如心脑血管用药 或者是肝病 抗肿瘤 或者是症痛用药 都比较专业 其实是的 可能在毛利方面 都是比较高水平 不是普通一般的成药等等 那我们不如看看下一版 那个业绩情况 刚刚都提到 有些药那么特别 或者是有些专项等等 究竟他的业绩是有多好 或者是通常Stanley 都比较平稳 看看第一版 收入方面都保持到 一个大约2成6的增长 去到74亿多的港元 这个是 毛利方面增加2成4 税前日历都增加有3成 至于股东英占利 这个很厉害 增长都有4成7 去到9亿多 其实看过往那么多年 好像都保持着这个level的增长 是的 还有呢 刚刚阿杖说我选择一些股份 选择一些有增长 其实我想澄清一下 其实是两方面的 一些可能是很增长 好像这一款的增长很好 有一些可能是差的 不过差的那些博什么呢 博重组 不过这一段时间的市况 都比较不太好 所以那些股又不会推介住 集中一点 找一些业绩比较好的股份 这一款你可以说 比较是理想的 因为如果你看回 这是今年的上半年的业绩 都可以说是新鲜粉热辣的了 看增长呢 其实是好的 还有呢 我想你看几方面 很多时间 这一回合公司有很多业绩 就是说 可能收入少了 盈利多了 就是成本控制比较好 有些可能突然转的 可能收入多了 盈利又少了 可能变相又是 可能要薄利多消 可能要靠这个方法 但是你又好像 以生物制药为例 其实它每一个的范畴 的增长都不错的 都反映了一个情况 就是说 公司的药 在内地方面的销售情况 都还是理想 那 兼且因为 刚刚公司有一个特别的地方 就是说 因为它本身都够 规模够大 那边的药种比较专 所以变相 可能去很多的药 可能这一只 可能已经是过高峰期了 但是 另一些药 可能出来之后 又可以 将整个公司的业绩 再谷一谷起 所以你见到的盈利方面 增速都不慢 那间是有四成多 那么多 当然 如果通常我推很多的股份 就不是看一年的业绩 是看过去几年的业绩 下一版本都会见到 事实上 这个讲完今次的业绩 如果你简单看的话 基本上 表现都不差 而且当中 你会见到的 一些肛病的用药的战备 其实是重的 都反映了 就是说公司 这方面的发展 其实呢 是比较重要一点 另外 好像心脑血管 抗准脑这一阵 战备都是开始慢慢提升 你会见到的 现象就是说公司 都是以这三种药 作为一个叫做 发展的大方向 而当中的抗准脑药 这个你可以说 是一个明日之星 应该之后 可能公司 会比较多的范畴 然后呢 集中在这方面发展 是的 还有那个生产品销售 是什么呢 刚刚不讨论 都可以看完的 先看一看 生产品销售 其实就等于一些新的药 因为很多时候 那些药厂 其实很多时候 你的药 可能说 例如一种药 基本上呢 可能你卖三五七年之后 就开始过了高风期 而且市场本身有很多时候 你过了某一个年限之后 很多是一些仿制药 原本的药是专利的 但是之后 过某一个年期之后 其他人可以抄你的药方去做 所以变上很多时候 那些药就是说 出了一段时间之后 其实都慢慢会 就是销售的金马 慢慢会下跌了 差了一点的了 但是取而代之的就是说 公司有没有一些新的药 是可以顶替了它 就是一个replacement 这样的情况出现 那公司做到这一样东西 所以你变相之下 就是说 新产品的销售的情况 如果占比越高的话 变相就是 公司那个的 替代的能力是越厉害 越厉害了 你是7.4% 是不是很厉害呢 可能不算 但都反映回 公司一些新的药 本身呢 都一定的健身性在那里 嗯明白 好啊 那看完呢 刚刚你不是说 那个业绩呢 没错了 你都其实喜欢几年 这样展示给大家看 是的 因为你的style 我们看看最新 刚刚新鲜滚热 你都提到的了 其实就在8月25号出的 就是几天前而已 那它出发就是半年的情况 那营业 刚刚在前一版 都和大家跟进过 有成74亿多的港币 那么多 是 毛利也是保持着不错的水平 毛利率 用红色特别 就给大家看 保持着在大约76 77% 那些位置都很高 没错了 我想问 和四环比的话 是不是它又高过四环呢 印象中四环 它应该做差不多 好像再高点 它试过去八成多 但现在 我想近一年 都是七成多 这些水平 而且我想不会差太多 因为本身四环那些 就是安哲利 黑林武那些 可以再专一些 而且现在 身份制裁这些 它都比较多 不同的弱种 就是变相 可能这方面 公司的毛利率方面 可能就稍为 跟四环比 差一点 但是你说七成多 这个 我觉得都是一个 比较高的水平 还有 通常我都是 显示五年的纪录 因为为什么呢 我觉得有时候公司的 一些稳定性 很重要的 你看到很多公司 譬如特别是新股 其实你看到我 不要推新股 为什么呢 因为我怕它就是说 这一年可能是很好 但之后那一年 可能会很差 这个你不知道 所以通常我会看回 一些公司 如果真的要考虑的话 我会看回过去这五年的 周期 其实看回过去这五年的时间 除了一年 那一年可能是 顺利方面差一点之外 其他那几年 都挺标签的 特别是过去这两年 即是14年和15年的时间 都有四成多的上升 所以我相信 这些状况 甚至乎下半年的时候 应该依然会有 一个比较好的表现 多问一下这个情况 因为你见到15年 上半年来说 只是那个销售都七十几亿 如果当它保持下半年 都不要说比上半年 保持下半年 如果成二的话 照计都成150亿 下半年 照理论上 会比上半年好少 其实是 9亿多 当你成二 都成18亿多 所以你可以说 公司的增长 其实这间公司 过去这几年 都是保持不住的 13年那次 应该会好像差了一点 印象中 好像因为当年好像有些收购 可能变上 那个地盈利增长 可能有些影响 但你看回过去这几年 都叫做不差 当然 高增长的时间 12年就很厉害 增长九成多 但是似乎你说 如果假设以后的时间 继续有三至四成的增长 其实都很不错 明白 其实如果选择这些药股 那个R&D 就是研发能力很厉害 没错 如果它越高 不代表差 代表它要进步 或者研发更多 我们也是推荐原因二来的 就是说 现在有很多的研发项目 302项那么多 也是集中在抗肿瘤药 和心脓血管药 刚刚业绩和我们说 占比也会越来越多 是没错 研发成本 或者研发开支方面 占了总收入1成3 即1成4左右 都要比一比 其他药业股的R&D是如何 其实你说近年来计 近年 很多公司的R&D 其实是会多了 因为如果你看回 如果你看回 如果你看回 以往四五年之前 很多内地的弱的公司 R&D的占比 大概是1-2% 是近一两年 大家开始意识到 这个R&D是很重要 所以开始是高 但是我想通常 现在讲的是 研发是10了 就是你说 这个可能是一个 叫中位数 有多有少 但是你说如果以终身制 即是终身制药去看的话 过去这几年的时间 其实都保持住 是处于比较高的水平 所以都是可能 十多个percent 这些水平 还有因为本身 可以多一些 叫做专利 因为如果你看回 一些叫做 拿到专利的授权 基本上 四百多项 而今年上半年的时间 新生的专利 都有三十九项 而且 现在研发的药的品种 都仍可以说很多 三百零二种 当中 刚刚提及到 抗准额药 因为现在内地 很多这些叫做 癌症 现在越来越多 人会有这种疾病 所以公司都可能 针对这个情况 就是做抗准额药 比较多些 不过当然了 全个行业都是 现在你可以说 大家比较快 但如果你本身公司的 规模够大 兼且多资源去做 似乎赢面比较高 明白 好 说完R&D方面的情况 看看第三个利好因素 医改带来拼求的机会 Sandy一开始 跟我们说 新版药品GMP 是什么来的 其实就是在内地方面 2011年2月12日正式公布 这个规范 GMP 即Sandy一开始 就是药品生产 这个质量管理范畴 是 是 最适合的是 要去一些目标 其实在11年3月1日开始 就已经实施了 不过这几年来说 就有些整合变化 这次是第几次重新做新的建议 是否要再整执好一点 其实你可以说分两个层次去看 因为其实是之前的时间 13年的时间 好像有两次公开正有意见 对 而且你可以说 这个是其中一个一方面 内地方面是医疗改革的方向 其实你可以说 如果以内地来说 他一边专业什么呢 就是零售那边 他有个叫做GSP 另一样东西 那个叫做药品的经营质量管制 而GMP 就管一些药企 即制药那边 那边的质量的问题 基本上你可以说 简单一点 一个概念去想 就是说 他有个期限 即营工我上面见得到 如果以一些叫做 血液的制品去看的话 你要在譬如说 13年 12月13日之前 13日之前 达到某些要求的准则 或者那个叫做质量方面 如果你不行的话 就不可以再生产 简单之说 你收拾了 另外呢 其他药品的生产 就是今年的年底 要达到这个要求 那如果你不行的话 都是那句 就是你能不能做 那他的药 是否全部都可以过关的呢 基本上是可以 而且它的规模够大 所以变相 其实内地 我再说多一点 内地近年 因为打到医改 市场化这些的步骤 所以很多时候 很多小的药企 其实你很难阻倒 因为你有很多的 叫做监管 还有很多譬如说 甚至环保法这些 都会对药企 制药这些 有些影响 那有些例子 跟大家分享一下 不过这些 可能不是关于 就是关于药企 关于什么事呢 关于零售那边的事 刚刚提及到 有个GSP这个政策 而这个政策 出来了之后 其实 那些药店的数目 基本上一三年的时间 二十七万间 到一四年底的时候 只有多少间 只有十九万间 跌了四成 你可以说 这个是 那些叫做 太阳流强 太阳流强 下一版 有些数字 关于这个药企方面 事实上 因为刚刚提及到 这个叫做生产保法 和这个GMP的旗人迫近 基本上很多企业 你捱不住的话 就真的没有 就是你要离开市场 而一四年的时候 其实 全国 就是根据一个 国家食品药品的监管局 一些叫做资料 收到五十间 药企的GMP 就是你五十间药企 是不能够达到要求 所以 收到这个叫做标准 但是今年的第一个 其实 现在是有一间的了 你几个数 如果以上年来算 你没有三分之一 已经是占比了三分之一 所以都反映了一个情况 就是说 逼近这个时间 就是年底之前 可能很多公司 都真的捱不住 到最后可能被人收回牌 所以变相就是说 变相对一些大公司来算 其实一来 建筑可能回小了 二来就是说 应该有拼购的机会 事实上 A股市场里面 这些医药公司 其实如果以上年来算 拼购的重组案例 已经有成差不多149间 149宗 其实这个数捂不是一个小的数目 而且再加上 2014年的时候 都三成六 所以变相就是说 公司来算 一来可能多些 叫做发展的机遇 二来就是说 多些拼购的机遇 又是 那现在那个市占到多少 或者和他比较同等级的公司 有个竞争比较大的 又是哪些公司 肝病药本身 你可以说现在公司是最大的 所以基本上都是手执牛耳 另外你说好像 心脑血管药方面 应该是第二第三大 所以变相你都可以说 公司其实在个别的药种里面 都可以说已经是一个龙头 龙头 明白 但是你制药也是 大家都想到 限价 中央方面 经常都不让你买得太贵 所以你无利 怎么都好像 卡了 是的 那这个风险因素 怎样去衡量 这个你都可以说 这个是个医疗改革 因为 改的时间 由原先一个叫做 国家定价 多谓就是说 这个叫做市场化 这个一定是有影响的了 但对于大的药 其实来算变相 其实是灵活了的 因为你可以说 以靠个两波的价 其实你怎么看 如果你假设 是可以多些人用到 这些药的话 那对国家来说 也好 对人来说也好 对公司来说 可能也是好 因为你可能 这个量大之后 你那个叫做生产的成本 都能有机会是下跌的 这个是真的 所以这个 就是有危险的 但是第二样 第三样 反而就真的要留意回 事实上 你看回第二项 就是打击贪污 我们方面 其实之前的时间 打贪腐 大家很担心就是说 可能医疗范畴方面 都有比较多的影响 因为通常你用医院也好 医院也好 传统着很多灰色的地带 因为你想想 那么多的药企 都是想说 你可能想说 入医院这些渠道 但是为什么医生 会用这些药呢 这些是有很多 这些比较敏感的情况出现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问题 而第三次 其实你说 如果以医药股来计 虽然增长是快 但现价的PE 它又不算是低 当然 增长快是一个情况 这个对它是有利的 但是市况 大家都知道 这一排都是比较矿的之下 很多的股份基本上 是不看估值的 不看前景 纯粹是想要 估货离场 所以变相之下 可能到股价震荡性 就比较大 估值不抵 我先看看 市盈率 29倍多 是的 预测的市盈率 都去到25倍 是的 但预测就 等等再买 等等再买 预测 其实PE就不算贵 但是市况的影响 这个真的 是大变数 好啊 看看目标价去到哪里 好啊 现在等一等买 即是多少钱 8.5 都是保守一点 这些市况 有时太进取 可能不是好事 是吧 有8.5可以买 目标价 都是逼近回一年的高位 10.5 其实你说 今次推介的目标 或者赚幅 不算很大 可能都是承领 但是这些市况 都是以安全为上 另外以7.5 再指示位先 OK 好啊 麻烦你先 Stanley搞定了 节目时间到这里 我们休息一会 稍后回来 会有其他的环节 家庭观众可以随时上 我们网站去重温 Stanley说的东西 最后就是M1 M7 你没抓住 没抓住 好我们稍后再谈